我是阿天,今天是20223月1號 剛剛錄了一個SP抽抽了 那抽完之後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正好要拿SP埃茲來測試 不是東口女士,是那個弗雷拉 那怎麼測弗雷拉呢? 正好有一關可以測弗雷拉 就是血境前線 他在最後一關有這個弗雷拉 血境前線就是這個情境蠻有算是舊的活動 然後呢這個先鋒服也錄了一次 那我們現在正式服再錄一次 不過血境前線他那個後面有一點小複雜 所以說再走一次不知道說會不會走得順一點 好那前面的話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隨便走吧 另外這個血境前線呢不會出現說卡關的狀態 所以呢如果說你點錯的話也沒關係 你只要點這個鈴鐺 這個他走出去之後呢 你可以把它召回 召回之後呢他就可以重新走了 所以不至於發生說你需要重來的狀況 所以還好還好 那目標就是在後面有一隻敵人 他有那個弗雷拉 正好我可以拿他來測試那個埃茲 ASP的埃茲不知道說開場可不可以把弗雷拉碎去 但是我覺得應該是不行啦 因為那個怎麼講呢 因為像那個什麼阿塔利亞就沒辦法 阿塔利亞就整個飛起來了 不過阿塔利亞如果說我們先用 為什麼我的奧登活不了 不過阿塔利亞如果說用這個佐拉斯先開場的話 不知道可不可以喔 這個到處再試試看 這一關的話應該是沒有阿塔利亞才對 好沒關係 我們就是邊入血境前線 然後邊到時候最後一關的時候測一下這個弗雷拉喔 好前面沒有什麼問題齁 隨便選 哎呀還有這個冰之劍喔 有阿塔利亞嗎 這個奇境探險的關卡應該不會跑出阿塔利亞才對 可能是怕太難吧 好受減傷15% 我沒有回血召喚雪球 砰齁把那個柵欄給打破 好出發 他到這個地方沒關係齁 他到這個地方呢我們就噴一個雪球 噴一個雪球 看一下喔 有一點點忘記了 好像是要先把那個放下去對不對 先召喚看看 碰 把他堵住了 把他堵住了 然後把他招回來嗎 招回來 咻 那堵住之後呢你應該就會站在這個地方了吧 出發 欸OK了 好 那萊卡跟你講說這邊有兩個水坑堵住了該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我們就一路打下去吧 完了完了完了可能會煩死 沒事 OK好 然後這個這個這個隨便選 好繼續繼續 哇這麼多耀光的 正好被我的亡靈克喔 好繼續 克制對手增加60% 好再來 好然後來隨便選一下 這個選好了 這邊也選好了 然後我們把這個切換一下 好切了 切了這個之後呢 因為他被擋住他就會往上走到這個機關去了 出發 幫我們踩一下機關 好踩了 那這個地方呢上面就結冰了我們就可以走 那我們繼續打下面喔 好然後我們先一路繞下去邊拿箱子然後邊處理下面的機關 哎呀沒有什麼補血的 哎哎哎哎哎能量高於這個50%持續恢復生命值 好這個不錯 那這個地方呢我們要從左邊把它抬起來 然後呢我們要發射個雪球 好他會因為這個機關堵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呢我們就可以不用擔心了 他就可以直接走過來了 雖然說這個他沒有踩在這個上面呢 會有其中一個地方是有水質 但是這個馬車他會自己繞到沒有水質的地方喔 所以他是會繞路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這樣就可以解決了 好那這邊解決之後呢再來就是這邊的機關喔 這邊的機關呢我們現在拿個寶物喔 當時我記得稍微思考了一下齁 這個每一次重新玩齁 沒有特別去記攻略就是這個樣子 好然後隨便來一個 哎呦這個是史詩級的史詩級的這個戰利品 好這邊拿一拿我覺得這邊還有一個喔 沒有錯齁 那就上埃琪喔 哎哎哎哎哎 弗雷拉不就來了嗎對不對 欸這邊有弗雷拉喔 那這個雷神的話 我們知道說雷神是有辦法讓他睡著的 那弗雷拉有辦法嗎 來了來了來了 弗雷拉來了 那我就直接上佐拉斯了齁 因為佐拉斯不行的話 那代表說就是 就沒有其他辦法了齁 因為佐拉斯的話他可以開場 就是比敵方先進場嘛 所以說不知道說這樣子可不可以讓這個弗雷拉齁 先睡著就飛不起來 哇如果可以控制弗雷拉睡10秒鐘的話那不得了 因為弗雷拉的話 他本身並沒有什麼解除控制的這個這個 算是技能喔 所以如果說能夠把弗雷拉控到不要不要的話 哇那以後碰到弗雷拉關卡的話 我們的SPI之就有他的這個作用喔 好那我們就來試試看吧 睡啊 睡啊 可以耶 哎呀太好了齁 以後弗雷拉就 就讓他睡去就好了 哎呀你看弗雷拉 啊快死快死的 哎 啊弗雷拉還沒飛起來就死去了 啊太好了 那如果說沒有佐拉斯咧 沒有佐拉斯過不夠快 齁 沒有佐拉斯就不夠快了齁 沒有佐拉斯就不夠快了齁 沒有佐拉斯就不夠快了 沒有佐拉斯的話呢 這個埃茲會判定沒有辦法控場 他就會去睡那個 睡那個什麼 這個福克斯喔 喔太好了太好了齁 我們這個克制弗雷拉的手段又多了一個 這個就像是阿塔利亞斬弗雷拉一樣齁 邏輯都是一樣的 阿塔利亞 我斬 斬 閃避了 欸是閃避還是斬不到 來得及嗎 閃 閃避喔 欸他是寫閃避喔 好那如果是佐拉斯呢 我的阿塔利亞應該裝備都是穿起的啊 嗯還是飛起來的奇怪 還是我的阿塔利亞要要要要要穿號角 還是不行耶 等一下喔 我記得之前有某一關 應該說是以前的作業 有讓阿塔利亞去斬那個弗雷拉齁 這邊加了一個15的極速行不行呢 加佐拉斯再加極速 我斬 欸斬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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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雷拉齊不來了齁 阿塔利亞叫聲姐姐 欸 CTTTT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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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樣子弗雷拉都測完了 齁 不過測完弗雷拉呢 我們還是要把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奇蹟邁遊的作業給做完了 本來想說是最後一關才看到一個這個弗雷拉 但是沒想到一般的關卡就有了 不對不對不對 上這麼多角色 竟然少了這個關鍵的角色 沒有壓而貝德 大家這個 虛空萊克 就少了這個 攻擊力跟法律力的加成喔 漂亮啦 埃茲可以克服雷拉啦 讚啦讚啦讚啦 好那這邊要怎麼 怎麼推呢 這邊要怎麼推呢 讓我想一想喔 我們先開一個機關 然後呢 我們開完之後呢 把它叫過來 你給我站在這個地方 好 站好了之後呢 我們把它移下來 好 移下來呢 我們自己站在這個地方 好這個地方就通了 然後 通了之後呢 還不夠 我們要再啟動這個機關 好 讓你堵住 這個雪球要 雪球要乖乖的堵住 咚 好堵住了 堵住之後呢 嗯 這個怎麼辦呢 堵住之後 看一下 就換你啦 好這個地方 發射下來 換你堵住這個地方 欸 這邊都堵住了 然後呢 壓上去 哎呀 糟糕 你在這個地方 好 叫回來叫回來 來 再發射一顆 沒有關係 這個這個不會不會卡關 好了 這樣子三個機關全部都堵住了 那我們就可以讓這個馬車到下一個地點了 出花 GO 然後 好了 剩最後一個謎題了 最後一個謎題的話呢 嗯 我們就先把它移上來吧 花色 這個這個堵住最簡單的 嗯 然後呢 上面有一個水字 這個水字怎麼辦呢 切換一下 好 切換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大炮移上來 好 花色 也堵住了 那都堵住之後呢 再來就是 馬車直接給它撞過去 啊 不對不對不對 搞笑了 抱歉 抱歉 有一個順序錯了 有一個順序錯了 這邊要下來 花色 這個大炮 哎呀 堵住了 堵住了 藍色的也要切 藍色你在哪邊 啊 在這個地方了 哎呀 我的順序錯了 我的順序錯了 沒有錯沒有錯沒有錯 好 要先去打這邊 要先去打這邊 所以我剛剛都沒錯啦 下面還是要先走啦 因為下面有一個那個藍色的機關要先切換 好 好大的寶箱 這個寶箱圖也變了 你看這邊有弗雷拉 當時我就想說順便解這個 這個奇境漫遊 然後順便來測弗雷拉 結果沒有注意到說 這個這一關前面也有一隻弗雷拉 好 我們切換一下 好 切下來了 切下來之後呢 我們把這個大炮移下來 好 發射 去撞破那個柵欄 馬車沒有辦法撞破柵欄 好 然後再來咧 再去切一次 呃 為什麼不能走過來咧 我是誰 我在哪裡 啊 這邊有一個冰是不是 這邊有一個冰 好 我們再移上來 移上來之後呢 再發射 好 壓住了 我們再切換 好 入通了 我們就可以叫我們的馬車走過去了 這個是聖誕節的活動嗎 叮叮叮叮叮叮叮 到了 結束 好 雪境前線加上測試這個弗雷拉 OK 完整過關了 好 那過關之後呢 我們有獲得一些 莉莉扣扣的小資源 剛剛正在抽這個 亡靈的角色 啊 亡靈的角色 這一個 哇 小公主特羅文也畢業了 那 那怎麼辦呢 呃 那就 那就沒有必要 刻意抽亡靈了 那我們就抽綠翼好了 我記得剛好20抽沒中耶 這次是不是保底啊 啊 保底了 拉庫是不是 也不錯 拉庫 繼續提升拉庫的這個 這個星級 喔 傷害力也是會繼續提升的 好 沒辦法 也沒什麼角色可以選的 好啦 那影片就到這邊啦 謝謝大家觀看 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